嗨 大家 我們現在在千鳥淵公園 就是看了小龍書上的人就說什麼 這裡可以開櫻花了 結果 這裡刻數有微開欸 然後 根本就沒有櫻花 好鬧 你看啦 根本就沒開啊 你看 你看他們全部都在上面 然後 還沒有開花的樣子 喔唷 不過看看這個沿途合景也是蠻漂亮的 漂亮漂亮 欸這畫面是不是很穩 因為我其實有一點收痘 可是現在 我覺得它防手症好像是蠻厲害的 因為我手沒有很穩 但畫面好像很穩 我一試試看到 櫻花絮絮是嗎 因為那一顆是櫻花 然後下面 欸白色那是 掉下來的櫻花嗎 我來 我檢查一下 這是櫻花吧 不是嗎 嘿 好像是 好像是白色的花欸 哇 好有 是臉差欸我 哇合景好漂亮喔 簡直是在拍日劇欸 好漂亮喔 我來測試一下這個相機的濾鏡 是S1 S1的濾鏡 看到 現在是 FL濾鏡 然後 點選在那個 藍貼上面 長這樣 然後現在是 SH濾鏡 給大家看一下 是長這樣 但我有點藍貼 讓它 就受光在上面 然後它比較細長 就像拍電影一樣 很可愛耶 哇 讓大家去看看 這是電影的那個 比較長的 比16比9的細一點 進來 然後剛剛 他跟我們講解一下咖啡豆 我們講解了好一陣子 因為非常好 然後跟我們喜歡一些風味 我們點了三杯 首創的絲安 我們點了 三杯套餅來了 他也跟我們講解一下 濃淡度 然後喝了這個是水洗的 第一杯 他怎麼喝了這個 有一點點微微的酸 香氣很酷 之前我有在Internet 那個Rail 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咖啡前面跟我說 就是敲手槽的時候 把幾支吸引擎 像豆子 這樣素上去 然後咖啡功夫 再特別吃 這個阿國酥 這個咖啡是 初吻的 他自己適合 他是適合的 對 他有沒有穿好 他素超大的 跟喝起來是不一樣的味道 素上去是另外一個味道 不要一次素太多 慢慢素上去 我們來到他們的畢業典禮 大家穿得好可愛喔 我們直接亂入人家的畢業典禮欸 大家穿得好可愛喔 大家穿得好可愛喔 我們直接亂入人家的畢業典禮欸 我們直接亂入人家的畢業典禮欸 我們回來 然後我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之後呢 太餓了 然後就把我原本要買回台灣的咖喱泡飯 先泡來吃 因為我等一下要衝去買衣服 我衝來那個澀谷Parko 然後來逛Studio 來找衣服 又遇到了之前接待我的店員 你好 他會講中文 所以我很開心 我又遇到他了 然後他剛剛還有任等我 我覺得很開心 謝謝你 你會在我的影片裡看到你喔 謝謝 剛剛店員說上次 是有台灣人看我的影片來這邊 然後遇到他 然後也有認出他 想說也太可愛了吧 你們真的是很棒 然後就說是品評介紹的 然後他就記得是誰 因為他有追蹤過 然後他剛剛就直接認出我 然後他就直接認出我 他說你來玩啊 好開心 大家可以來找他買東西 因為他的服務很好之外 所以他會講中文 什麼事情都可以問他 超方便 超方便 大家 還是要記得Parko一樓的服務台 出示台北101會員的那個 登入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跟他們拿一張這個 Coupon券 買完趕來吃飯 來穿著米服 對不起 PingPing 謝謝 謝謝 嗨 又是一粒 第一道是 迷你小卷 這是第二道 喔 欸這色調好沒來 好期待怎樣的飯 下一道是 湯 就是天賦乳 有野菜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菜的 我吃到這一道 有一點開始想吃飯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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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飯在發光欸 好吃以後 謝謝 謝謝 哇 它這個濕魚 它這個濕魚 它的分量很肥欸 這一間的 它是短過頭啊 它這邊還有一碗 嗯 難怪它都很標準 真的很好吃欸 真的很好吃欸 這是什麼孤獨的美食家是醬 那個飯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 又蓄了一小口飯 想說可以加那個海苔醬 我來吃吃看 這海苔醬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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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吃不完的飯 又被捏成飯糰了 跟前幾天一樣 跟前幾天一樣 你們看看這個飯糰 捏得有多用心 上面還放魚肉 哇 這個滋味 好棒喔 我是孤獨的美食家 我是孤獨的美食家 我 要來吃這個了 我們三個人要一起吃 是因為今天真的太冷了 我們三個人吃一個就好了 而且又吃太飽 我第一次吃它好像是2018年吧 然後第一次吃到我就下風 然後就上傳到 那時候有限時動態嗎 有限時動態 但不能射程警犬 然後 那時候就有很多朋友 截圖問我什麼的 我就叫他們一定要來吃 結果後來 在日本一直都買不到 因為我 我近幾年來都買不到 然後很難買到 然後最近才又出現 它不一定每一間草莊都有 有點難買 我要示範一下它怎麼實用 好 現在囉 好 太硬耶 因為這塑膠湯匙 其實要用鐵湯匙 欸 它會不會爆炸啦 它感覺歪 等一下 我們好弱 行不行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六點起床 然後昨天是三點半睡 所以我們是 睡了兩個半小時好累喔 然後我們現在包車 要去看富士山 然後今天天氣 感覺是很不錯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好準喔 但是天空很爛 對啊 Aden 哈囉 好生疏的 然後 來 各位觀眾 請聽聽看羅的聲音 嗨 大家好 它已經變成拉鍊了 好煩 超煩 你看你看這個車窗 好漂亮喔 它也是這樣 對啊 色澤色調好漂亮 哇塞 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這裡是山中湖 是山中湖 實在太美了 各位觀眾 看 我對焦在身上 這樣 對焦在我身上 我對焦在我身上 我的朋友們在跟天鵝合照 你看對面的山頭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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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山就在這了 哇 外面是我們的司機 就是那一台 然後 他帶我們來這裡 這個餐廳阿 這個風格有套濾鏡的唷 你看現在有一個濾鏡感 哇真的 欸這個很可愛耶 很好看耶 很適合這裡 對啊 要吃什麼呢 我想要熱熱的餐 欸 要吃飯麵 我給你吃飯 好冷喔 午餐來了 牛肉火鍋 先吃菜菜 以前小時候去吃 什麼兩名燈上的火鍋 我就一直吃飯 可是他說我如果裡面 湯快要被喝完了 他就會收起來了 很快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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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快點了 很快 哇 眼峰已經太猛淚了 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拍照的景點 超級可愛 然後這裡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房子 然後富士山就在背面 就在這邊 這裡是人野八海 然後這邊有溪流 我們來到一個司機推薦的神社 很漂亮 上次有在小龍樹上看到人家說不好到 卻很漂亮的地方 這裡的樹很漂亮喔 是紅色的吧?什麼什麼什麼神社的 我再補上資訊 這裡的神社都叫淺堅神社 然後是什麼什麼淺堅神社 有很多個 來到富士集樂園 終於看到富士集本園了 好開心喔 你看包車的好處就是 想去哪就去哪 一天可以去好多個地方 富士山在我們的正後方 沒看到 哇 欸這是倒著的嗎? 對啊 哇 哇 他們是躺著頭下去欸 富士集的那個門票 入園完全不用錢 然後你要做什麼的話 你就可以付什麼的錢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門票是不用錢的 對 好讚喔 我們來遊樂園玩 耶 有多開心 好可愛喔 祝福大家 賺大錢 好漂亮的樂園喔 這應該世界上最漂亮的樂園了吧 因為它是欣賞著富士山裡 因為它是欣賞著富士山裡 好棒 但人太多 什麼都不能搭 好可憐喔 因為我們有點趕行程 所以 只能來觀賞 人好多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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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上去好難 啊 這是富士集版本的老遊景 看起來好恐怖喔 這比老巾還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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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 離散飛車的人今天搭不到離散飛車了 一台都搭不到 一台都搭不到 因為人太多了 每個都要排太久了 排完我們太陽就下山了 我們還要去下一個景點 我們還要去下一個景點 我們決定下個月再來 好啊 乾不乾 乾 我們來到了 日川實際店 好多人好多人 我們來吃西馬步的燒肉 叫做 堅西豆 對吧 一道是 真撒完整吧 沒錯 這個高潔肉 這個高潔肉不像水味 很好吃 我把它攪 攪進去 嗯 好軟 好酸 好軟 啊香菜沒有香菜味啊 嗯 好軟 好酸 啊香菜沒有香菜味啊 謝謝 謝謝 牛肉加薯米 我剛才吃了一卷 現在要吃第二卷 哇 為什麼吃了兩卷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包廠只有三個人 但我們要吃五份燒菜 因為我們這個包廠是多了 好像大蒜 有大蒜 蒜和牛油 蒜和牛油 嗯 秋 嗯 好吃 嗯 好軟喔 好吃 嗯 嗯 嗯 哇 謝謝 來吃第二碗這個蒜泥 超酸 超好吃 超鹹 超鹹 肉剛剛結束了 然後通常吃 那個焼肉的最後 肉的下一個就會吃冷麵 我們的冷麵來了 可是 我們的人麵有沒有玩 嗯 What can I do 怎麼辦啊 講什麼不舒服的吃 好 我剛來玩遊戲 好來 講什麼不舒服的吃 好 好 等一下喔 來喔 欸 贏的人不用吃 贏的人不用吃 好 不敢相信 好 剪刀石頭布 哇 真的嗎 恭喜你先吃囉 那我們換我兩個 我先跟上去 我先跟上去 好 剪刀石頭布 哇 好幸運喔你 大胃王 大胃王 大胃王要來參加 請我去參加嗎 但我現在年紀大了吃不了 以前真的可以參加 我以前曾經想要參加過 大胃王 我以前吃那麼多啊 我以前吃那麼多啊 好 謝謝 謝謝 有被嚇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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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n在定位的時候選的 慶生日 感恩的心 三月還在過生日 真的 謝謝 謝謝 好可怕 還在過生日 但這個最終有五個也是很恐怖欸 因為裡面是冰淇淋欸 但他最終的那個標誌是他的LOGO好可愛 他也是最終的 鴨餅 鴨餅 鴨餅真的很爽 鴨餅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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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擠出來了啦 鴨餅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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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很爽 鴨餅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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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切肉 但是這兩個飯店 這兩個飯店 有一張名額 然後在代代木公園的 正對面 在Froogland的對面 旁邊而已 這是一個新開的飯店 超級舒服 洗手台非常地漂亮 嗯 哇 然後這是花灑 好大的花灑 巨大花灑 跳板非常的高 mini bar 你看它的冰箱 哇好酷喔 什麼飲料都有耶 剛剛一直很好奇它這個吹風機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是長這樣 好酷喔 風從這裡吹出來 然後它是一根長的棒子 好像電棒 今天去富士山曬了太多太陽 然後剛剛我跟羅肉發現我們的鼻子曬黑了 最慘的是我發現我的臉頰曬傷了 所以我必須要來敷臉 那天講的一樣會稍微按一下 讓那個面膜可以吸收 沒想到在富士山曬一個點綠這麼紅 希望它可以冷靜一點 剛剛敷完拿下來發現好像有退紅耶 剛剛原本真的很快超紅 然後現在退紅 讚 那個Cure Care的那個面膜是 因為加深精細啊 所以它可以就鎮定 舒緩 退紅 修護更完整這樣 你看超快速退紅 我覺得好酷 讚 早安 洗漱完了 然後現在要去拍個照 給大家看一下白天的樣子 但今天是陰天 我們來的第六天 然後唯一一天 完全沒見到陽光的耶 今天這確實是大雲天 我這一次啊整趟旅程都是用Sony的ZV-1 Mark II 我之前也有用過這一台 然後是ZV-1的第一代 然後現在是用它的第二代 它第二代是對焦速度感覺更快的 防手震的部分也感覺更靈敏 那個時候我就是拍Vlog的時候 就是沒有像現在的那個穩定度這麼高 進步很多 而且它變得更輕了 好像玩具好讚 一樣都是可以那個側錢 然後先回去應該可以這樣拍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自拍這樣 讚 變得很多個濾鏡 跟風格濾鏡可以用 然後還有電模式 推薦給大家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拜拜 這就是我住的飯店 Tronk Hotel 一樓超漂亮的 樓上的房間有夠美的 可惜今天天空不作美 就是天氣不是很好 不過對面是代代木公園 真的是已經太幸福了 如果天氣好的話 感覺很棒 如果沒有來住飯店的人 其實也可以訂他們樓下的餐廳 他們樓下的餐廳感覺很棒 有戶外的位子 然後裡面的位子 超級可愛的 但我覺得最棒最棒的是 走走走走 你看我才走幾步路而已 就是Fugelen Fugelen Cafe是來自Oslo的那個挪威品牌 我覺得這間店的人真的很厲害 超有耐心的 因為觀光客已經播到滿出來 整個秘密歪歪全部都是 觀光客 可是他們都沒有失去耐心 然後很認真的做咖啡加結帳還有結束 我們買到咖啡了 他的手沖上面都會有這塊板子 剛剛他的也有啦 大家收起來 然後他上面是有寫豆子 因為我們買的是手床 很可愛 超Q 真的好多人喔 所以我們直接帶了外帶 這裡是他們的泳池 可惜今天在下雨 哇這煙好讚喔 我覺得如果有來這邊住的朋友們 一定要來這個泳池 不過希望下一次我來的時候是好天氣 下次要存錢再來住一次 回台北存錢然後再來住一次 然後我們就點了咖啡 坐下來了 因為他問我們要不要喝這咖啡 好可愛喔 服務非常的好 重點是他的椅子 你看椅子有多可愛 跟我的衣服好大喔 衣服好舒服喔 看起來是有生蠔的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點白酒 所以我們可以生蠔就生蠔吧 然後也可以點 然後他就 可以帳單在那個 房間裡面 好像在業配這個飯店 但不是 這是我自己付錢的喔 下次要再來住一次 好 太棒了 希望下次來的時候是好天氣 沒想到現在我未到天氣下雨 超難得耶 現在來一樓 這裡是他們的那個大廳 非常可愛 很漂亮 很舒服的色調 然後柱子都彎彎的很可愛 邊邊角角很舒服 然後味道很香 超級香 然後我想 至於大附近四日 就能夠交換二人 天氣上都會比較多 很高興 相信兩人 有非常多人家 第一個就是 Turing Link 前面 所以我沒有遲到 每一次的衣服 主要是 不要動聽 原來是 到現在第三件 然後再加上天 沒有衣服 那四人的衣服 所以 衣服 然後第二就是 我只能調整 努力 一切零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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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開場 這邊 也沒開 所以 新一店 就能夠 一般 所以 其他人 沒有去 我都喜歡去 帶餐廳 跟走路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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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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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那邊 沒有 那邊 就是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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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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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将成绕 或者说 总体现了 还要る�� 没有水 都是水 可惜 能够来进行 艺术 不够一个 不够用 没有 那么 你不知道 我 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